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叫誓言殿 八岁开始习武 我现在就是少林寺的一个僧兵 平时注重于传统拳的练习 那么跟宣传那些常务心门 这套拳从进入寺院以后就在钻研 常务心门来源于宋代我们少林寺的一个 惠阳大和尚创编的 经过元代的吉那罗王 明代的清朝的一些大师们改编 其实今天这套拳法套路非常完整 我们练拳讲究起落进退反侧收送 起围横若微顺 进步低退步高 在攻击的别人同时 你一定要把你的身体的范围 一定要缩在最小的范围里 反身顾前后 侧身顾左右 收入黎毛纵路 这个它最大的特点就是 要求我们身一滚而动 手一滚而出 滚出就是我们练拳的时候 通过我们的身体把冲拳推长远转的出去 这样才能更好的把我们的力量 跟攻击力最大限度的释放出去 滚入就是说旋转的回来 更好的化解对方的力量 不会对手其拿到你了 从小热爱武术也看过一些武侠片 渴望着自己像大俠一样 劫富俊平 当一个大英雄 大家那时候指着少林寺的功夫 天下第一 希望有一天能去学习 我在寺院学武之后才发现 天下第一 天下第一 是禅不是权 当时因为渴望着成为一名英雄 十八岁那年 然后跟师父的高架去参军 后来在这一次重大演习当中也是不小心 高架上然后摔下来 摔到了腰椎 整个人是不会动的 就是跟废掉了一样 你就是什么也不想干了 就是想死的绝望这种心态都有 受伤之雇 然后师父呢 让我就回到寺院里疗养疗养 第二个 但是 邀尼不单单说是在这个 练拳当中 会影响到我 那该练拳 总是提不起那个勇气 后来也是看到师兄弟们这些训练 渐渐地也感觉找到原来的初心 慢慢地也回复这种信念 有时候真正达到你的 不是说外在的伤痛 更多是你内心的脆弱 好 了 你 来 去去吧 没关系 我拿不住这么让我赶紧穿进去 首先要再进步滴 往下滴进去 抓到这里 赶紧给它往肩上拉 就这里 现在因为在思议这么多年 作为一个稍微年长一点的孤僧 参与了寺院的一些日常生活的工作 更多是一些国外的学员 他们有些课程都是我在举给他们上